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同學全部都很年輕 有多少人看過這部電影? 有些但大部份都沒有看 這部電影就在香港 在二年代上很出名 我看最大的電影 為什麼我放出來呢? 待會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古惑仔之印在江湖》 跟我很大關係 你當我是一個古惑仔吧 我今天希望用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這麼年輕的各位同學 再重新走一段 我怎樣長大的旅程 怎樣有一個讀書 讀不成書 去了美國讀書 做了學生會主席 入了一間很好的大學畢業 之後回到香港 本來和拍檔賣飯盒 賣賣飯盒 做了一個APP 幫人叫貨車叫GoGoVang 但我從來沒有寫過APP 從來沒有開過貨車送貨 但我就做了一樣東西出來 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啟發到大家 究竟to be or not to be 是你自己選擇 還是別人告訴你 你應該做些什麼 第一件事 《古惑仔之印在江湖》 這部電影香港很有名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我是第一套古惑仔 鄭伊健的陳浩南 被人踢進了洪興那裡 是藍田的一個足球場 而為什麼跟我這麼大的關係呢? 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 我從小到大都是住屋邨的 而這個屋邨呢 我搬進去的時候 這個球場呢 那個球場就還在這裡 那個屋邨就沒有了 我是在這個球場長大的 而這個屋邨沒有了之後呢 我還是住在旁邊這條村的 那我到現在 今時今日為止 就算我做了一個《古惑仔之印》 賺了很多錢也好 我還是住在那裡 希望我的故事 對大家有少少共鳴 有少少啟發 那麼我在香港讀書 考兩次會考 考兩次 現在你在座的同學 是應該不知道 應該怎麼為之考會考 但是你想回到當年 公開考試 有一個公開考試 我是要考兩次的 那我的成績好極有限 那我第一年考 只有13分而已 那13分呢 是上不到 在我自己的學校 在我自己的學校 是上不到中六的 那我就很不甘心 我那時候就想 唉 我為什麼進不到中六的呢 那時候 13分也不是很差 但是我沒有怎麼讀書的 由早到晚 不是打球 就玩這樣玩那樣 就在這個球場上 不知道做什麼 浪費時間了 接著 我不甘心 我考第二次 我跟別人說 我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考到 而考什麼呢 之後我考了19分 考了恒生商學書院 在那個時候來說 是一間很好的學校 那麼 所有重讀生 中學會考重讀生 十個有九個老師跟你說 你重讀的話呢 你第二年考試的成績 一定是比第一年差的 是的 那我第一年13分 第二年我想 我看了一些 你叫我走東 我一定走西 我不行嘛 我一定可以給你看 那我不讀 我也考了13分 你試試給我讀 我30分也沒考到給你看 30分是滿分 那 最終考不到30分 但我考了19分 幸好入到恒生 接著我在恒生讀中六中七 但是 在一間很好的學校裏面 我突然間退學 去了美國讀書 為什麼呢 我在中六升中七期間 我有一個朋友叫我 就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的青年大使的計劃 那我就報了 我跟他一起報 打算陪下他 誰知道他入不到我 我就入到 接著我入了之後 我有機會去這個陝西探訪 探完房之後 我在一個禮拜 短短的時間裏面 就去了美國探望我uncle 我uncle買了機票 給我們全家去探望他 那我探望之後 為什麼我自己的國家 和美國 這麼大分別呢 接著我想多看這個世界 我就偽然 絕學就去了美國讀書 那我家住屋邨的 哪有可能給我錢去讀書呢 那 我只是把單程機票 過去美國而已 就是如果我要回來 我要自己買機票 怎麼買呢 還有學費等等 怎麼做呢 那我就去了美國讀書 用自己的方法去生存 去找學費等等的方式 令到自己去畢業 我去到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很驚人的事 人家說冬 我就走西 在美國讀書期間 我早上上學 下午我搞學生會 因為我想入一間很好的大學 而你知道課外活動是很重要的 那我做了很多課外活動 去到不知道 人家叫我入學生會 被人踢了入會 就做學生會了 誰知道我做了主席 在每個人都跟我說 市民不可能 你一個香港來的學生 你英文都說不定 你走來我們這些學校做學生會主席 沒有人會投給你的 然後我說OK 沒有所謂 全部都說不會投給我 我就試一下 沒有人拿支槍對著我 就是我輸了 要一半死 不會 那麼我便去試 但是我用自己很多很多心機 去跟不同的人聊聊天 為甚麼你不會投給我 為甚麼你不相信我 因為你覺得我不複雜這裡的文化等等的東西 我去聽 跟很多不同的人聽 去聊天 最終被我選到 我成為了加州第一個社區學院的留學生 做學生會主席 之後亦都是因為這個經驗 亦都是因為這個經驗 令到我可以入到一間很好的大學 就是加州帕爾來大學 剛剛最近被譽為全球排第三的大學 是的 我由屋邨長大 我會考考兩次 但是我滾了進去 那麼我這麼窮 又沒有錢讀書 又要讀這麼貴的學校 那怎樣呢 下一個topic我想告訴你 然後呢 Find your way out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除了玩學生會之外 我還要在這裡打工 那間餐館叫Little China 好China 我就是拿著這輛車 不是這輛 那輛我那輛拍不到 就送我外賣的 跟我的拍檔送了兩年 就是這樣 去維新 交學費 所有所有所有 有錢 所有東西都是靠在這裡找回來的 我三餐都不用付錢 因為我全部在這裡拿東西吃的 是的 我連我身邊的朋友都養了 因為我每天下班 都拿了吃剩的東西 就給我的朋友吃 之後呢 但就在這裡工作 都賺不夠錢 然後我 買iPhone 有多少同學買這個 炒iPhone 6 炒到發達 炒iPhone 1 才發達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那時候iPhone 1 07年出的 我用了我的銀行 所有積蓄 買了我陣生第一部iPhone 我為了什麼呢 不是去炫耀 而是買了之後 上Google 學怎樣 你們很幸福的 你們有一個 世界上最偉大的老師 就叫Google 你有什麼都可以問他 他會回答你的 即是不能弄車 你打個型號進去 YouTube有一段影片 告訴你怎樣 放一個hi-fi在車上 是很amazing的 那我就賣iPhone 我一部賺二百元美金 我賣出過千部 直到賣到別人不讓我賣為止 那我用這筆錢 令到我入到 跑來大學讀書 讀到畢業 不需要問家人拿錢 以及怎樣可以賣機票回來香港 那之後 我回到香港 我做飯盒 做飯盒 搞笑 我在中餐館送開飯盒 然後回到香港 同兩個拍檔 有一個idea就是在飯盒上 下廣告 這間公司叫Boss Ad 我們做了九個月 但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飯盒上下廣告 是送飯盒 我們每天送幾百個飯盒 做了九個月之後 送十幾萬個飯盒 每天 那要多少輛車去送呢 我們那時候 頭都爆了 香港 主要有密記密記的call台 很多 我相信 以前從小到大 那些貨車後面 總會有電話號碼貼在 有動物台 有像 有雞 然後 我爸爸做裝修 我爸爸做了三十年裝修 他每天都叫這些call台 那他的電話號碼 好像一拿出來 不是credit card 全部都是電話號碼 就是call台的電話號碼 那我送飯的時候 我爸爸就叫我打電話 我每天都打 打到我哭 然後又找不到車 然後他又不會理你 他又不會打回來 很奇怪的行業 直到有一天 我等得不耐煩 我走到街上 明明這條街 每天都拍了貨車 我就下去敲槍 問那個司機 是否肯幫我送飯 誰知道我打電話去call台 就沒有人說OK 我走到街上 就說OK 那個司機肯幫我送 之後我就靈機一觸 做了一個 我自己的公司 叫GoGoVan 現在GoGoVan 我們每天在送過萬單 處理過萬宗生意 只是在香港 在我開車的時候 我跟一百個司機說 我有這個想法 用一個app幫你接訂單 賺多點錢等等等等 一百個司機 有二百個同學 說我 你這個人很傻的 你剛剛畢業 你從美國回來 你多讀一些書 你不要搞我這些東西 運輸這行業 不是這樣做的 那二百個司機就跟我說 然後我就是那些 你告訴我不行 我覺得就很行 然後就很堅持這樣做下去 直到做到今天為止 我公司現在超過五十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 做一間公司衝出香港 現在我們去了新加坡 還有去台灣 接下來還會再去幾個國家 所有人在我開車的時候 包括司機 包括客人 包括我爸爸 找了三十年貨車的人 都告訴我這個想法是不行的 包括我們以前的老師 告訴我 你再考一次會考 你是考不到入大學 身邊很多人告訴你 直到今天為止 以前二百百個司機 告訴我 Google Van is a stupid idea 但今天大部分人跟我說 一百百個司機 他們跟我說 Google Van 這個 business model 是個 future 短短一年而已 我這間公司做了13個月多一點 一年裏面 全部人說不行的 到現在100%說 這個是未來 那你的未來是什麼呢 我跌跌碰碰 從屋邨走到這個台 我以前都聽過Tag Talk 但我沒想過在那裡說話 那你自己將來是要做什麼呢 是在你手上 是你自己雙手告訴別人 你做不做得到 而不是別人的口說給你聽 行不行 如果別人的口說可以證明給你看 這個idea是好 好還是不好的話 一個好的idea 他已經做了 他不會告訴你聽行不行 他懂得做了 而你不要聽他們說 你的手 你的ability去到哪裡 你prove給別人看 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十幾年前都是走你的那條路 坐在那裡聽同一番話 而那個人 可能是Steve Jobs 可能是其他人 這些人給了很多啟發 而我去follow他們 相信自己believe的東西 之後一步一步去走 直到今天 我希望將我這個story share 回給大家 大家有一點要肯明 to be or not to be on your hand thank you 謝謝你 謝謝 you 謝謝 you 謝謝你 ację eight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